公廟團搭車出遊 讓本土疫情再擴散 九號單日新增三例 包含臺菜餐廳 員工妹妹殷轉陽 還有臺南兩例是新營區 某醫院藥室人員 整起群聚累計二十人染疫 新營區某醫院 曾有確診個案前往復健 養肌農傳給搭乘同班接駁 巴士乘客 五人活動區域 在B2復健中心 擴大篩檢驗出藥師和藥師助理 確診 主要在一樓藥劑部工作 也會前往B2倉庫取藥 彼此沒有直接接觸 但會共用樓梯 相關單位漏夜匡列採檢 暫時沒有擴大跡象 但兩名藥室人員確診 保險起見門診已全面暫停 至少觀察到三月十三號 社區有危機 也一再呼籲快打疫苗 健保卡 黃卡 強打景象不見 疫苗打氣差 第二十六期開放登記三小時 卻只預約百分之二點九 指揮中心再放寬獎勵對象 十五五歲以上據原住民的身份者 就請攜帶原住民及身份之證明文件 那領取五百元的一個衛教品 新措施三月十號上路 長者接種加碼發送五百元 衛教品用鼓勵方式代替限制手段 三列新聞綜合報導